嗨,大家好,我是雨洁 今天呢,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论语》里的微证篇第八章色男 相信啊,大家都听过那么一句话 那就是百善笑为先 那在你们眼中啊,什么样的行为才算是尽孝道呢? 又或者是一个孝子 好,让我们来看一下 孔子是怎么回答他的徒弟之下的 当时我啊,孔子是怎么回答他的徒弟之下的 孔子就说啊,其实呢 最难的莫过于就是给父母一个和颜悦色啦 和颜悦色就是好的脸色 还有就是孔子就说啊 你们觉得,他就问字下 你觉得啊,有时候给父母需要帮助的时候 你就给予他或者是叫兄弟姐妹一起来帮助 那就是孝顺了吗? 又或者是有酒肉吃 可以吃大餐之类的 就邀请父母一起来 那也算是孝顺吗? 好,依据我的一些见解啊 我自非常认同孔子的说法的 首先就是物质跟心理上 我觉得这两个是有差别的啊 物质呢,就是所谓的定期打存款给你的父母 那就是孝顺了吗?我不那么认为哦 如果你只是定期打款给你的父母 而长期没有给予他陪伴以及关心 那我觉得你也没有多孝顺啦 好,那我还想问你们一个问题啊 如果你们只是定期打款给你们的父母 那你们凭什么认为你们就是孝顺啊? 那你们不觉得你们就好像在养一个宠物吗? 定期,我定期为你吃饭 定期帮你洗澡 那就够了吗? 好,刚刚有说到的就是最难的就是和颜月色 和颜月色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它会难? 和颜月色就是一个好的脸色 大家都知道啊 我们的情绪跟我们的脸色是差不多有一定的关系的 那是什么关系呢? 就是今天啊,当我们的情绪受到外来的影响 如果只是今天自己的情绪不好时 很容易影响到我们的面部 也会跟着一起变成黑脸 我们如果把这样的黑脸啊,不会处理 而且还把它带回家给我们的父母看呢? 那我们的父母啊,可能会有三种感受一下其中一种啊 第一种可能他们会过于担心我们 我们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一回家就这样这样 第二种啊,可能是生气 第三种就是伤心 因为他们不知道他的孩子到底怎么了 但又非常的伤心 因为他的孩子也不愿意跟他说 但他知道他的孩子的黑脸必有道理 所以啊,孔子才会说 做到一个和颜悦色 并且是发自内心的是非常困难的 而我觉得啊 父母呢,真正需要的真的就是和颜悦色 以及心理上的关怀 那就是关心以及陪伴 请大家务必要抽出一些时间呢 对父母陪伴以及照顾以及关心他们 并不只是物质上的哦 一定要切记拜善孝伟先 所以呢,希望大家都可以从孝顺父母 从家做起 把这个习惯啊,带给更多人知道 诶,其实孝顺父母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大家从小都被灌输 摆三孝为先这个道理啊 这个理念啊 但真正实行的人有多少呢 你是不是长期日因为工作忙碌 而没有回家 或者是只是因为有时逢场作戏 摆了一个微笑的脸回家 但其实你内心 哎呀,我干嘛要回去那个家 好破烂啊,我真不想要看到他们呢 希望大家都是发自内心哦 因为和颜月色这个东西 或者是这个表情啊 必须是要发自内心 那才可以长久并且持续 好啦,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来帮大家做一个总结啊 希望大家呢,再忙也要抽出一些时间 回家看看父母 看看父母就是孝顺了吗? 哦,这个问题又将会给你们啦 那记得带着和颜月色回家 最好可以在日常中 直接把和颜月色这个习惯 培养起来 不要回家只是作息一时开心哦 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你们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